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解答节目 非常幽默 你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像 我是雨燕 人呢 常说 知足常乐 但是人的贪欲是无穷的呀 人心不足 蛇吞大象 很多人呢 都被太多的欲望 束缚了自我 我这人就不一样了 我有个优点 就是随和 不挑剔 比如说吧 一塌盘的零食 我愣着没挑出哪个不好吃的 真的都好吃 我是有啥吃啥呀 能吃啥就吃啥 所以呢 大家就都愿意请我吃饭了 什么 小朋友 刚刚你说 要请我吃饭吗 等了这么久 客人都没到 心急的我 已经按捺不住开吃了 我说小朋友 你这是喝酸奶呢 还是敷酸奶面膜呢 阳光慵懒的五号 最适合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地震了 外星人入青地球了 上学要迟到了 笑死宝宝了 我说老爸呀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有必要这么吓我吗 胸啸啾啾 启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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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服啊 我想进进 做滑滑梯的感觉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说起摇摇舞 非洲人民表示咱们谁也不服 不好意思 马是前提 看来只能派出咱们村里年纪最小的姑娘 才能挽回面子了 这节奏 这乐感 小妹妹 摇摇舞的未来就看你的了 再看我 再看我 再看我就 和你继续玩下去 我在这儿 我要到这儿来了 跟着我的节奏 左 左 左 OK 再来一次 感觉能玩一整天 哥哥 你在干什么样 让我来偷偷看一眼 什么 你居然背着我吃好吃的 说好的友不同享呢 还是不是亲兄妹呀 等着 我这就爬过来 记得给我留一块 我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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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短腿的悲哀呀 小短腿的悲哀呀 绝对的公正 透明 同色无欺 好 恭喜这位小朋友 喜中八等奖 接下来激动人行的时刻到了 我们开始抽取我们的年度大奖 看好了啊 别眨眼 三 二 一 停 小朋友啊 很遗憾呢 你没有抽到大奖啊 来 送你一个纪念品 哎呀 好随意的抽奖啊 看了这位大爷的抽奖方式 小编顿时觉得啊 小时候校门口的抽奖大爷 真乃良心伤人啊 不说了 小编 我去开店了 小朋友们的快乐最能打动我 因为我知道 一旦他们上学以后 这种快乐的笑容 肯定就不多了 当然了 我这也是一种猜测 热爱学习 学到忘我的人 肯定还是有的 不过呢 不是我而已 我读书的时候啊 最不爱上数学课了 说真的 我对数学都已经绝望了 同样的一张数学试卷 别人的卷子是用来做的 我那卷子是用来给我 见试面 别人都是考完试才想起来 这道数学题 哎 怎么做 我呢 是考完试才想起来 这原来考的是数学呀 这不怎么说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呢 我理性不起来呀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和微博里 那些转发量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读人 我恨你 把我的毛剃成这样 朋友们都说我耍流氓 一天到晚光着膀子在外面溜达 你也就庆幸没有权剃了 否则就更难看了 姑娘 请问这是驾照考试的科目舞吗 飞越侧钩并隔着钩侧方位停车 美女 快去安慰一下你的教练 他好像被吓得不轻啊 论车被刮花之后的补救方法 我就佩服这位司机大哥 绝对是脑洞大开呀 没想到这张贴纸招惹了别的猫 过来一起刮车 门把手坏了 媳妇让我再装一个 但不能装以前一样的 毕竟质量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质量不错 十几年了从来没坏过 大哥 虽然你觉得很好 但恐怕过不了你媳妇那一关 偶然看到室友的牙刷 我都有点震惊了 大哥 你是刷牙还是吃牙刷呀 好像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我都开始脑补你刷牙时候那猙獰的表情了 我家小仓鼠自从长胖后就经常这样看着笼子外面 陈若默的背影让我甚是心疼 可能这种忧伤只有胖子才能懂吧 忧伤也是件费体力的活儿 来 吃饱了再继续吧 室友跑进宿舍的时候 一个用力过猛 再借着一个刹车过猛 最后脚就卡在了拖鞋里面 现在全宿舍的人都在帮他想办法 这种事情并不是力气大才会发生 需要技巧的 比如这位美女 她可能找到了脚卡进拖鞋的技巧 如果实在脱不下来 你就当做是挂在脚上的食品吧 弟弟老师告诉我们 地球是圆的 至于怎么证明呢 拿个地球一画个圆就行了 老师 你这个实验毫无破绽 真是棒 减肥有什么难的 别看我现在胖乎乎的 只要我一洗澡 立马就瘦下来了 怎么样 是不是认不出我来了 其实我不是胖 只是有点膨胀 亲朋友说 复旦大学食堂的饭菜很不错 于是我就去试了一下 这道哈密瓜年糕牛肉粒 都让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 因为这道黑暗料理 开始变得黑暗了 那些天天炫富的人听好了 我一年365天 天天把iPhone手机踩在脚下 你们不服来比呀 别嘚瑟了 不就是一双甲板鞋嘛 你能吹上天呢 学期的第一节物理课上 有同学就问了 老师 这学期我们学哪几本书呢 老师说 光学近代物理 那一听到老师这么说 大家都很兴奋啊 哇 这学期内容好少啊 然后纷纷就扔掉了 光学这本书 同学们 不是光学近代物理 是光学和近代物理 我看你们是 诚心想气死老师吧 哎呀 熊孩子 这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狗子 这事你怎么看呢 我对熊孩子没有意见 我只想对蚕食关书 你再不放下吹风机 我保证你会死得很难看 以前我总搞不清 古诗词里 大猪小猪落鱼盘 是什么意思 看来下面这个视频 我终于懂了 这明明是 大猪小猪落鱼盘 入水姿势满分 配音满分 毫无尾痕感 能不能不配音了 你让朕的面子往哪搁啊 大兄弟我来了 谁是你大兄弟 这么丢脸 我才不要认识你呢 我好像闻到了小鱼干的香味 没错 就是小鱼干 上下好轻功 我盆人又背着我这小鱼干是不是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看清楚 别眨眼 这是三枚硬币 变成四枚了吧 好神奇 再把它们分别放到四个角上 猜猜还剩几枚 不过一枚都不剩了吧 真有这么神奇吗主人 我给你四块小鱼干 你能编出多少来 二狗仔谁是你的好朋友 是他是他就是他 好样的奖励你一颗狗粮 来包紧你的好朋友 不要轻易松手啊 好的再奖励一次 一二狗子你的好朋友呢 不用送啦 不用送了 出来 有种你出来 这明明是我的格子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大黑 你来得正好 快来帮我评评理 说好的公平竞争 你居然还叫累了帮手 不跟你们玩了 戈壁的小花跟旺财私奔了 还带走了我这半年存的所有狗粮 不要理我 就让我一个人饮酒毒醉 就让这冷冷的冰雨 在脸上忽乱的拍吧 苍天啊 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啊 难道我是苦瓜转世吗 我明明也就只是个宝宝啊 就不值得心疼吗 胖 胖 胖 我中枪了 胖 胖 胖 旺财 你倒是给点反应啊 不好意思 刚刚发呆去了 稍等啊 我这就倒下 旺财啊 你说咱们这主人打枪装死的游戏 每天要玩八百遍 是不是太幼稚了 感觉我们的质上迟到有一天 会被他给拉低的 嘿嘿 这一定是主人给我买的新玩具 还是我最喜欢的粉红色 谁还没有个公主梦呢 可是你买的时候考虑到我的身材了嘛 我说的是我现在的身材 好像卡住了 什么玩意儿 宝宝再也不要和你玩了 到面会回来 你要面对你长胖的现实啊 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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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街 你有一定 吝啪 牡举 出来 牡举 プ咱 常在河边走 哪儿也不适足 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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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好吗 我不要脸的 看着哈士协落荒而淘的背影 让人不禁想起小时候做错事 被妈妈追着屁股后面妈的情景 简直是硬我一样 走个路个 下面本苗为大家推荐一款限量级浴缸 虽然看起来有点普通 但它却是根据喵体黄金工程学来定制的 专门设计了最佳躺域和坐域角度 闭上眼睛 想象被绵密的云层重重包围 感受云上的日子 当然泡澡泡累了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喝几口饮用水 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又实用 今天我们厂家优惠大筹兵 只要98 98你买不了吃亏 98你买不了上档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汪财 汪财快起床了 好困的 困也要起来 你再不起来 你媳妇就跟二哈跑了 主人不是我不想起来 这是我的床他舍不得我 真的 床哪里舍不得你了 你赶紧给我起来 别瞎说 床 床 你干什么呀 你快放开我 我可是一只勤劳上进的狗啊 主人 我已经是一只飞狗了 要不你放弃我吧 旺财你这么懒活该单身 我最后再说一次啊 单身就是单身 不要把狗狗给拖下水 已经有狗狗来我这投诉了哈 他们说自己都有对象 希望人类不要再用单身狗这个词 摸黑他们的形象了 可怜的单身汉们 这是招谁惹谁的呀 我们栏目的娜姐 整天被家里催着找对象 这几天呢 她妈更是想了个奇招 今天给她打电话说 为鼓励你出去跟男人约会 凡是请男人吃饭和看电影的费用 可以拿着发票找我报销 哟 想不到单身 还能负集国家经济呀 娜姐 看来今年我们市的GDP 就靠你了 好了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 微博里那些转发量 较多的趣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爸爸 我看你平时喜欢戴着耳机 你到底在听什么呀 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到 孩子 因为你戴错了 童丫头 我过去一下吗 我不会游泳 而且还怕水 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哦 你简直丢了咱们家族的脸 出去别说我认识你 主人 这就是你说的盛装打扮吗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废主流了 告诉你 我也是一条有品味 有格调的狗 旺财 我觉得这花花绿绿的气质 和你很大的 特别是那光溜溜的腿 在刮台风之前 我们家坐在楼顶 一阵台风过后 我们楼上又多了一户人家 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搬过来的 就让我再次随风而去 回到原地吧 好了 各位亲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